數人開箱就這樣子 背景節就不會好看到馬兵庫 因為旁邊還有茶壺 不是廣告 這是Fried的個人偏好 沒有廠商站住你放心 哈囉 歡迎又回到Fried的迷你去旅行 那為什麼我要重新買螢幕呢 真是很倒楣啊 我原本上一集影片是生意篇EP11 我在上這支影片的時候呢 我的螢幕壞掉了 請看照片 就是長這樣子 很壞掉了 造成我影片好像有稍微Delete到一天半左右 才能發片 我也受不了 反正就直接趕快來上PC用定義一台螢幕 那我原本就有一台螢幕是叫做 BenQ EW2740L 現在已經出到BenQ EW2780了 主要個人的主要就是有低燈光嘛 然後它的ID 外觀的部分我也很希望 重點是有德國達音認證 低燈光 這絕對是沒問題的 我會買它也是因為它有送一個配件 就是夜間的夜獨燈 因為我已經有小孩子了嘛 在這裡 夜獨燈 等一下我裝起來看看 畢竟這個燈 網路上你買的話要三千多塊錢 然後兩個加起來 我只花八千九 還算划算啦 OK Power code 線材 唉唷 有送HD的麥線 它的變優器是吃19V的 OK 好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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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重 好幹 超重的 當然喔 因為我喜歡EW系列 是因為它是用霧面的東西 那至少就被打工了 鋁壓住的底座 這裡還有一個身體 哇 感覺質感不錯 然後這個底座就是這樣卡著 那螺絲直接鎖 樹人開箱就這樣子 背景絕對不會好看 讓他拿進去 因為旁邊還有茶壺 我是廣告 這是Fly's個人偏好 沒有在場上這樣做 你放心 它好貼心喔 它居然啊 是這個直接卡上去 拿螺絲手上就可以了 欸 不能調仰角 它標準的腳架好像無法調仰角 右邊這台是我目前壞掉的EW2740L 左邊這台是我新買的EW2780 那其實最大的改變就是腳架的部分 然後呢 它改善我覺得最難用的部分 就是EW2740 它的電源開關是像OSD 常常觸控不好 它現在這邊改成是白色按鈕的部分 做開關 還算不錯 我覺得我還是比較喜歡開關是用實體按鍵 快速介紹在這裡 這次是才改的 這次 是朋友改的 哪有的推到 我現在是開箱子 你不要激動 好朋友嘛 以前不重要 現在是最重要 以冰框來比較的話 產品的冰框 比較起來是有差 一個比較厚 一個比較薄 然後兩台都是霧面的螢幕 就是不會反光 因為我很討厭螢幕會反光 所以我一律是選擇霧面的螢幕 這也是我自己個人偏好EW系列的原因 以腳架而言的話 我沒有太多的喜好 不過至少舊的產品是可以調兩腳的 可以稍微調一下一點點的角度 那以新產品而言的話 它標準配的 是無法調任何的兩腳 這我是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呢 它有預的Visacom 需要調更多兩腳的話 是可以自己加裝腳架 沒問題的 然後快速開箱 介紹完就到這裡 好 我先把它架起來 OK 那我就快速架起來啦 那我自己有個比較龜毛的習慣 一定會把樣子給調低 那這台不想預測的樣度是85 其實還蠻刺眼的 在這台模式這邊 我一律直接切成低陽光 其他模式就是例如 MyBook 射弱 R17709 Standard 遊戲模式 使用者模式 低陽光模式 OK 大概是這樣子 好啦 那以上是我個人的片化的設定 那就快速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跟分享喔 畢竟 我只是一般的素人開箱 所以可沒有很專業 至少我把我挑螢幕的一些細節 跟我手動式的地方 跟你分享 那就先這樣子喔 掰掰 然後再次分享 文字幕志愿者